距离天津两千多公里外的厦门 一大早 王超文就匆匆走进车间生产线 盘点原料库存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让他们生产的俄温箱订单爆满 而这段时间最为关键的零部件 传感器则非常享受 每天要保证生产线上原料的充足 成为了王超文的第一要务 原料的紧缺 其实从春节就开始了 安氏兄弟是厦门一家 专门生产测温仪的企业 企业在大年初五正式复工生产 但随着产能的提升 原材料的储备捉襟见证 当公司向供应商采购时 价格却是一路飞涨 网上炒了很热火的 额温箱的传感器 从几块钱可以炒到 上百块钱的那个 这样的一个过程 给我们企业带来很大的一个困扰 王超文告诉记者 以前跟供应商解款都有涨期 现在必须是现款 虽然原料涨了几倍 但想拿到货还得排队 传感器企业的话 他们也受益 它更上游 比如说他们的封装厂 他们的传感器芯片的封装厂 他们又没有开工 或者说复工的 没有百分之百的复工 那么一环套一环 就造成了我们最上游的那个 我们最下游的产品的 这一端的那个生产 它的原材料就很不足 谢谢大家